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定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定,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昨晚看了一部很有郁郁的电影 也非常的喜欢 那就是09年的墨水 这是第一遍不一定能看懂的电影 属于越看越好看系列 影片开始,一个男子映入眼帘 他开车然后突然咆哮 最后发生了车祸 很快的旁边就有人过来了 似乎是为了救援他 之后画面一转 男子约翰出现在床上 他的女儿爱马叫他起床陪自己玩 在火车轨道边 他们搭了一个小基地 防止看不见的怪物邪迹 但约翰觉得自己不擅长做这个 或者说不擅长陪女儿 看着女儿玩那所谓的无聊游戏 无可奈何他最终穿了过去抱着女儿 对抗那看不见的可怕怪物 陪孩子玩这种小游戏 当画面再次一转 随着白日落幕 人们都在夜色中慢慢的睡却 大家一如既往的进入到梦乡 然后他们却不知道 每当夜里 他们做梦的同时 有一群名为说书人的隐形人 会出现在他们身边 用手触碰他们的前额 从而看到他们的梦境 或者说影响他们的梦境 但这种梦往往都是美好的 可以让人充满希望的 但有好就有坏的 有一群不再善良的说书人 代表着邪恶的力量叫墨水 他们来到了世上 将原本美好的梦境 转变为可怕的绝望 恶门大家都很恐惧 而且这种恶门还是被操控的 甚至其中一名墨水 更是绑架了电影开头 那名小女孩爱马的灵魂 准备将它带入到深渊 没了灵魂的肉体 会处于昏迷的状态 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死亡 虽说说书人发现了急忙赶了上去 但因为对方太强大了 爱马最终还是被带走了 离开了现实世界 至于男主约翰 他是一名股票经纪人 很多时候经过他操盘的东西 都能大卖特卖 反正公司也赚了不少钱 但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疏忽了自己的女儿 沉迷于自己的事业当中 所以当父亲来找约翰的时候 约翰正在买一个大项目 恶然不知道 自己的女儿爱马早已经昏迷了 身体状况也非常糟糕 所以父亲才来找他 说孩子现在需要父亲的陪伴 但他却对父亲的话语自若亡亡 甚至连接的女儿都不想管了 为什么约翰会变成这样呢 原来是因为早期家庭的变故 或者说妻子因为一场车祸离他而去 而他的女儿因为某种习性 最终判给了妻子的父母养育 这也是为什么藏人来找他的时候 他很生气不愿意去 所以平时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工作上 只有疯狂的工作 才能让他内心的孤独感稍稍减弱 此时爱马被那名墨水 给带到了梦境通道内 这里有无数的空间 他可以示意的穿越各个空间 其实在头中小女孩有向路边人求助 但在这种梦境中 这些人几乎都是不存在的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个外貌丑陋的墨水不算真的墨水 所以为了考验他 真正的墨水给了他一个任务 那就是将爱马带到指定的地点 如果能够完成 那么他将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墨水 甚至脸上那些丑陋的疤痕都会被除掉 也在寻境的头中 证明丑陋的墨水遇到了变梦者 原本他准备救出爱马 但是因为这个丑陋的墨水 给小女孩为了什么药物 如果他自己受到伤害 那么小女孩的灵魂 也将有生命的危险 最初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群 有特殊能力的人 在拯救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但看到一半后 我发现大错特错 原来这个故事所指的 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为了不让爱马受到伤害 变梦者只能束手就擒 被丑陋的墨水给绑了起来 就这样他们三个踏上了旅程 一路上这个墨水虽然很多次 差点忍不住对两个人动手 但都忍住了 他的样子很丑 一个奇长无比的鼻子 可是小姑娘爱马却没有害怕他 或者说一点也不害怕 但我看到现实中的约翰 进入到一个奇异的世界 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他小时候的回忆 原来小时候的约翰 因为家境问题 不断的被同龄人嘲笑 骂他是废物 让他觉得很羞扯 对他来说 这也是难以忘记的记忆 看到这里 我在联想到丑陋墨水脸上的疤痕 为什么一开始爱马却不害怕这个丑陋的墨水呢 而且证明墨水没有伤害小女孩 还有那名变梦者 而这一行程不算很顺利 或者说磕磕绊绊的 但这个过程 你可以理解成男主约翰的职场行程 一路上他没有伤害 也没有多关心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一个代表了约翰的女儿 一个可以理解成代表他的妻子 电影中很多次出现了 男主因为他太痴迷工作 而疏忽了两个人还有家庭关系 以及对女儿的不关心 这让妻子很痛苦 曾经的他们也是非常相爱的 其实约翰自己也很痛苦 有时候我们会说 我要忙于工作才能养家 但放下工作的话 我无法养家 其实这并不冲突 就看你怎么很好的去合理分配了 这样说的话 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 那么那名出现的盲人寻路者 又代表了什么呢 他似乎拥有着和说出人不一样的能力 虽然没有眼睛 但他用耳朵听 而且他们不仅来救小女孩爱马 也是来拯救被墨水包围的约翰 外面的世界 他们无法帮助小女孩爱马 但至少可以帮助约翰 让他去医院见见女儿 或许这样爱马还能有机会回来 所以制造了一场车祸 把他送到医院内 和爱马是同一家医院 至于在另外一个世界 当那名丑陋的墨水 带着两个人来到了指定的地点 这里都是那些邪恶的墨水 他们要的只是小女孩 而不是那名女人 最终那名变梦则死了 他的死真的如男主约翰的妻子那样 永远的离开了 也为了保证约翰能够顺利的见到女儿 说出人拼命的保护着他 不让他受到任何的影响 可越来越多邪恶的墨水来到了这里 说出人也挡不住了 其实这也代表了另外一个世界 那名墨水是否决定真的放弃小女孩爱马 对于丑陋 对于自卑 这是小时候约翰遇到的 童年的阴影与自卑 让他执着地走下去 最终想要清理掉这些 就像丑陋的墨水 想要让自己变好看 除掉那个疤痕 变慢着死前的话 网如约翰妻子当年的话语 刺激着他的心灵 曾经的自卑 曾经的丑陋真的很重要吗 现在对他来说 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那些闷眼 其实更像他那些不择手段的同事 让男主迷失在工作与家庭之间 但蛮人寻陆者 找到放置在地上决定一切的关键 足以消灭掉那些墨水 丑陋的墨水似乎想通了一切 他拿起了身边的武器 对抗这些墨水 保护小女孩 而此时无数的说出人也出现了 在现实世界中 对抗那些墨水 其实说到这里 应该很多人都懂 那个丑陋的墨水 其实就是男主的另外一面 他带走了爱马的灵魂 想要用它来换取庄严与外貌 不正如男主在现实世界中 用工作来抹去自己 曾经的自卑与阴影 其实这些东西不能抹去 只有你敢于直面的时候 才会慢慢的消失 而不是用什么东西去麻醉 这让他冷落的家庭 至于蛮人寻陆者代表了希望 希望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 有时候总会磕磕碰碰 我想只有我们拥有爱和希望 才能战胜内心的应遇 就像别人说的 也别让生理来得太晚 更不要以某种爱的失去 作为开始或者待叫 最终爱马回来了 看到了爸爸在床边 我想一切就应该这样 去弥补他做错的事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